68岁 丧欧 现居住地长春市 退休金5000元 住房面积170平米 大夫 你家这是多少瓶的房子啊 170亿 170平 大人能买 装啥都不用我管 人都整 那你自己住的房子很孤单吗 那孤单也没找 这我南面都过十 我就给这家住 就给这家住 卫生间 我就整个这卫生间 房卫营 都这么厉索吗 这边看看 这就是 这都是平时自己看的书呗 对 看的 这看起来有书 这啥样的书 就特别传记类的书 就这几本书特别好 这不皇帝前段 宰庸前段 皇后前段 看见了 这是咱之前的那个 对对对 宇树检察院退休了的 对对对 今年68岁的王大哥 从宇树市检察院退休后 就被两个儿子接到了长春市来居住 王大哥跟红娘说 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 自己这么多年早已习惯了严肃刻板的生活方式 所以退休后除了看书养花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到处旅游 放松一下自己了 这就上台湾去的 去台湾的时候出去玩的 这是对我们同学 香港澳门 这就是泰国的 王大哥说 这是一本对他来说 充满了各种回忆的相册 就在王大哥跟红娘介绍着 这些年他旅游过的地方时 细心的红娘却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这满满一大册子的照片 要么是王大哥自己的自拍照 要么就是和儿子孙女一起游玩的照片 唯独缺少了王大哥老伴的身影 刚相辅他就走了 今天他没八年了 就是他刚退休半年 完了这口外边也有曾嘎小园子 曾小园他咳着一口痰 痰里面有血 他就给我打电话 那咱看看这边 完了一排片 说有鸡蛋这么大一个阴影 那大夫说的吗 那就更害怕 说这人真能活四个月 肺癌肺癌 当时我这脑袋就 哎呀妈就像五雷哄顶似的 翁下来 王大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anov ROD 烫 团队 进行 有点 就不吝点 那 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就负责上班 挣回工资钱 那咋话咋话 那没他跟我俩说 来世啊 你托上女友 我托上男友 如果有来世 换成是我当男人来娶你 这是王大哥的老伴 临走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老伴走后的这六年里 别说身边的人 就连自己的儿子 都给王大哥介绍过老爸 可是始终没有一个女人 能再走进王大哥的心里 没找业又给我介绍 介绍阴差阳错的 也都没成 有时候就搞塌横的 咱们要找一个吧 这个人 我要看有个演员的 我就看演员 性格可以两人相互磨合 这就会土豆和西红柿似的 本来不是一个物种 你把土豆变成薯条 把西红柿变成番茄酱 你不会绝配了 土豆不一定会爱上西红柿 可是薯条遇上番茄酱 却是如此绝配的一对组合 同样住在长春市 也有着这样想法的 王秀云 王大姐 会不会成为和王大哥 最般配的那个人呢 王秀云 王大姐是吧 你好 我是红娘孙茜 没事 还带个闺蜜过来 有点不太适应 不太适应啊 王秀云 62岁 三老居住地长春市 退休金4300元 与儿子同住 我家楼就是这个楼 看看那个楼 跟儿子和孙子 还有儿媳婦 就儿子 儿媳婦 孙子 都在一起住 对对对 然后不方便 不方便 对对对 没事的 我就不好意思 就没让你们见啊 没事没事 因为王大姐 现在和儿子儿媳 还有孙子住在一起 不想因为自己相亲 被打扰了家里人的王大姐 只好和红娘约在了 家对面的这个宫门见面 但是你多高个人啊 我近的一米七 你看我这低传的困境都成高了 对啊 静身高一米七啊 走模特吗 走模特吗 你是 以前是模特吗 买药就退休以后 开始入这行的 还不咋会 那老师就挺喜欢的 就学呗 有那个过去跟上演的照片和视频啥的吗 那个都没留 那他都不留 别人不帮你照顾啥的呀 别人照我 我不太爱出头 不太爱出头 不爱出头 都没留那些是不是 对对对 正如王大姐所言 自己本身就不是爱出风头的性格 就像今天的乡亲 自己可是鼓足了好大的勇气呢 我是在那个省简单监察中心退休的 外人也是吃一两位的 他是突然脑溢血去世 那小时就是 女同志爱留上店嘛 留上他先回去了 回家以后突然发病了 等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 脑主干出血 谁也想救不了 哎呀 他去世都有13年了 因为我是儿子嘛 就一直也不想走 丈夫的突然离世 给了王大姐很大的打击 坚强的他选择独自把儿子抚养成人 如今儿子早已成家立业 也是时候该为自己后半生的幸福 做些打算了 我就想找上午的 我就觉得离一点不靠谱 我是独生子 就是从小就是父母就是挺惯的 但是有的时候有点小女人那个劲 比如说两个人有一个问题了 发生冲突了 可能是有点要矫儿 女同志嘛 但是过后呢 你要是说当时你包容我过后我要错了 还可以向你承认着我 就是这么个女人 就是希望这个男人呢 有包容力 然后呢 还得有素质 还是假如一个想门当户对的这样子 喜欢有素质的 对 儒雅的那种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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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行没问题 气质儒雅有包容力 两个人最好还得门当户对 红娘觉得王大哥完全符合王大姐的理想型 巧合的是 王大姐家住的小区就跟王大哥家只隔了一条马路 那就安排两个人见上一面吧 这就是这个大哥家住的小区 就是离你家还挺近的 真挺近的 你给我介绍的家他都是什么条件 大哥条件挺好的 你看你不是想找跟你层的差不多的吗 你是事业单位退休对吧 对 他是检察院退的 他是咱长春的吗 余树检察院 余树检察院的 我好像听到别人说过好这个人 但是对人是不是这个人 听谁说过这个人 我们就是晚上出去散步嘛 在公园里头 然后他肯定也在跟前散步来的 然后别人就说这人 好像跟他俩是老乡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人 就是你就是一听说余树 他是余树检察院的 你哪儿竟然是见过吗 在公园散步的时候 别人说的 说他是上午是余树检察院的 就有人介绍过这个人 我也没往生 没往心里去 不是 你看刚才我还说呢 你看你家还不是在那个小区吗 余树检城吗 对啊 然后他家在这块 然后前面就是咱们刚才留的那个公园 对 你意思就是你们都在一个公园留的 对好像是两年之前吧 在公园留的 然后有人曾经跟你提过一个 对对对对对 有这么个丧偶的 对对对对 有这么个条件的 对对对对 我也没往心里去 那咋没见呢 当时啊 当时没往心里去就是没往心里去 也不知道人家是 就是需要什么的了 需要找什么条件的了 或者是后一段时间 你听别人说好像给他介绍了 这个就这个差咋我去了 对对对 事情真的会有这么巧吗 同样都是丧偶 同样都从余树市检察院退休 两年前王大姐错过的那顿缘分 会是今天红娘要给她介绍的这位王大哥吗 如果真的是同一个人 那么两年后的今天 他们俩又能否再续前缘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我们可以开门去 来进 后期都对我们预计好了 谢谢 这是王中岭 对 王大哥 这是王秀云 王大姐 巧了都姓王是不是 不是王 你家的 好像在哪儿见过 怎样 真是这么回事啊 对对 你看我一进去的时候 他眼睛就那定了吗 我就见识一下 他就看 我半天注意到 那个大哥的表情 就我在欢迎你家的时候 大哥也是 那个表情就很愣的那个表情 但是我有思想准备了 但是你有思想准备了 但是大哥没有想 太巧了 是不是啊 从王大姐进门的那一刻 王大哥看着王大姐突然愣住的表情 王大姐就更加肯定了 眼前的这个男人 就是两年前 闺蜜要给自己介绍的那个人 想起来了吗 想起来了 就给他公园走 预设过 给他公园走圈 但是他没跟你说过 介绍过我 他没说 没说是谁 他就问过 问过 就那两年前 那只我战友还搁这呢 四五个战友都跟我家住 我们几个溜达 溜达就碰着我战友的小姨子 姓郝 他逛我叫姐夫 他说姐夫你还单身呢 我说那单身 他说你看这人行不行 就指着他 我就这么白背手 我说不行 当时差啥人跟我说 我没看好 没啥演员 来了 吃块这个 谢谢啊 谢谢 对下面成就当妹子 还走一路邻居就住着 你下一天我柿子黄 你说大哥给我摘俩房子 摘点柿子 就来就行 反正我是挺老的 挺实人的 我就怕女人强势 大姐是什么 我是独生子 从小是独生子 反正家里可能是 有点 惯 这是肯定惯了 可能现在的独生子 但是 说句实话 我也是有层次的人 比如说没上学 不是那种胡想外产的人 可能有点小性格 我就是 就是说一句那个 痛楚的话 就是 直来直去 有啥说啥 不会隐瞒 因为有过之前的缘分 所以王大哥和王大姐的心理 早都已经知晓个差不多了 可是有一件事 王大姐觉得 她还是得提前告诉 王大哥一生才行 那个爱人去世的时候 哎呀 就不提这儿了 打击也很高 对 原来就是心情也不好 原来就是 后期 就是挺吃苦的 就攒钱的 挣钱好的 然后就是 血糖稍微有点高 打一刀数 一直打针呢 一直打就这五六年了 这这个事必须得实话实说的 可以总统也可以听 但是我已经 竟然打了 我就 就打了 因为你对身体好嘛 这个我非常介意 你有病 我伺候你 因为有代 我这个事数 为啥我要直接跟他说呢 就是面对现实 你要同意就同意 不同意 作为朋友不一样嘛 无所谓 而且以前还认识 对吧 大哥接受不了 自然会有能接受的 对 有的是能接受的 无所谓 已经咱条件在 对 那行 那咱就回去 那我就过回去了 不回去了 招呼都不打了 不找不打了 行 那你等我 我拿东西去 对对 拜拜 你看看这巧不巧 大哥大姐啊 在红娘给签线之前 就有人给介绍过 当时呢 阴差阳错的 没能好好了解了解 时隔两年呢 在咱们的节目里 俩人又遇上了 王大哥说 可能这就是 冥冥当中的一种缘分吧 命中注定 他们两个人 得认识彼此 只是啊 仅限于当个朋友 因为大哥觉得 大姐还是不符合 他的演员 那究竟符合 王大哥演员的女人 是什么样的呢 咱们一起来听听 王大哥是怎么说的 那你得凝确的告诉我 啥样事是有演员的 你之前看过我们节目吗 看过 总看吗 看那了些起 要不我能报这个名吗 原来不知道 那你之前看那么多节目里面 没有乡中的大姐吗 有 乡中的咱也不知道一号 也没上哪边报名 我这不是红娘来了 那你跟我说说 你之前看节目里面 你相信谁了 我看看他当不当谁 那我都记下来了 记下来了 看一期记起 你给我找找 我看看 你看看这个 改正上 哎呀 大哥我看看 来来来来 先看看封面 看不看 会议记录 多正式 来看看哪个 多谁 让我看看 这个以前是那啥 种黄瓜 什么白白 打药啥的 就这些 不这呢 这个啊 我看看 看一个记一个 这就画个点 画点的是重点的 是不是啊 对对 你最最相忠的 这么说 那咱不能 咱介绍 咱得可一个来 虽然相忠这么多了 你告诉我 这里面 你挑出一个来 就你画点的里面 你挑出一个来 就这个送一个 为啥是他呢 跟我家属 还是同性 就你去世的老伴 幸福 幸福 他也幸福 这个人外在 内在的 我给那个电视上看 都挺好 就是外在 就是他那个长相 和那个气质 是符合你又演员的 是不是 对对对 你内在呢 你相忠和啥呢 内在我看他 跟他讲话啥的 挺有这个素质 就是谈吐方面 你觉得这个女人 对他挺有素质的 就各个方面 都相忠了 是不是 对 让王大哥 一心挂念的这个女人 就是之前上过节目的 宋玉珍宋大姐 宋大姐的谈吐 气质和修养 完全都符合了 王大哥的择偶标准 红娘把王大哥的意思 转达给宋大姐后 性格直爽的宋大姐表示啊 她也很期待 这会是一段难得的缘分 第二天早上 宋大姐买了最早的 一班高铁车 从昏春赶到了长春 宋玉珍60岁 萨偶居住地 文春市 退休金2000元 无住房 几点从昏春过来的 早上起来 5点半呗 5点半 6点半的车 折腾了 我问一下 上次你那个相亲 这那大哥 为啥没成呢 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还是 聊不到一块去感觉 要求的不是这样的 昨天我跟你说 这个大哥呢 你说的那条件 人吧 就是被管条件好不好 怎么也得去见一面 看一看 你不见面看吧 你就不知道是啥样 而且你接触一段时间 还不知道是啥样 但是还是觉得 想见一下 所以想见一下 就像宋大姐说的那样 不管王大哥 有多相忠自己 相信嘛 还得是两个人 面对面认识了 了解了 才能知道彼此 是不是真的 适合对方的那个人 哎呀 你们唱这冷啊 比婚妆冷多了 是吧 你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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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这是大姐说的 大姐们就给你来窗门 不动心走 对 不信咱们去买水果了 没有水果店 哎呦 然后就买了 这不行的 对身体也好 还买一碗 这是介绍一下的 这是王忠岭 也姓王 对 王大哥 这是姓郁姐 这一句值得了 是吧 你好 主动握手了 好 好 比个电视的看 嗯 强 这个镜中演员啊 你看 那还说啥 像中呢 看好的 好 人的感官挺重要 哎呦 反正就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那种感觉 你这多少天啊 我就给舅子休息 啊 这一百七 供她面具六平 有点大呗 觉得房子还有点大了 嗯 这厨房挺好 这厨房 反正是也没打瘦 咱们早上包饺子了还是 咱们早上包饺子了还是 咱们早下味呢 预备出来炒菜的啊 啊 这么老远来了 咱们得热情欢迎 那怎么没啥了 我看看 哎呀 这挺有心的大叔 一个鸡蛋炒那个韭菜 你看我们有韭菜味儿了 这个是芹菜炒粉条 这个是尖椒炒这个干豆腐 这个有黄瓜 拌凉菜 拌个凉菜 大姐是不是会做饭呢 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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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 我买的那个阿玛牛肉 和阿玛的白鸭 哦 没买小鸡 谁相亲还小鸡了鸡了 越鸡不越老 你都别 哦 原本并不是很善言辞的王大哥 自从见到宋大吉本人后 不但整个人都变得主动热情的起来 幽默感那已是层层的往上升啊 来来来喝点水 你喝点水 喝点水 吃点水果 不用不用不用 自己来自己来 你自己整我还不好意思 别不好意思 没有这样给我挖 我继续吃过点 没感受过 来来来来 谢谢 其实 女人想找的就是那种体贴 不 那种散接人员 知道你到我再渴了 赶紧给你那点水喝 其实老了吧 就是相互找一个伴 平常日子吧 咋的都行 就当你有个病了 感冒发烧了 哎 有人知道吃糖吃热 给你拿咬 断了不飞的水 那就能给我感到不凶 你知道我这个人 荣誉挽足的人 看电视我看到了 他第一个呢 他也姓松 和我家属呢 也姓松 他叫 那我叫他也姓王 你去世间的时候 叫你也姓王 老凤也离不开老王 你了 老凤也离不开老王 你了 王大哥说 似乎有一股冥冥之中的力量 在促成着今天他和宋大姐之间的见面 心里高兴之余 他还有一个隐隐的担心 他很怕宋大姐会因为一个客观的事实拒绝自己 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广告回来 咱接着看 我就想找个孙儿大点的吧 能善解仁义的 知疼知热的 最大能接受主大的 最大十多岁的 我没有过父爱 父亲他比上班 也不懂得什么叫父爱 因为我家我老大 意思就是说 小的时候也是跟家里都 父母都上班 家里的事都是我来 这现在也是这样 父母忙的时候 长姐为母 应该是那样 应该是那样 老宋家的乌宁宝 都外行行 因为我家属那时候 也这样 你就上班就行 你啥事的 家里的外的事 不用你管 那是一手就 好办 谢谢您 你给我老宋的那么高 大姐的 就对于孙儿的这个想法的时候 到底放心呢 我听了之后 好像心里挺舒坦的 不介意我事儿大 没有计划 昨天小孙儿跟我说 计划今天就不来了 从宋大姐这里得到了 如此肯定的答复之后 王大哥这心里 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眼看着到了饭口 说啥也不能让自己喜欢的女人 饿着肚子呀 这个是形态炒的粉条 行 我给你弄行 这个 这个 不要 你这边 这就是 不要你抖的意思 今天的大哥 说昨天我见到大哥 完全就是你个大哥呀 你们还姓王吗 这是我也给这想 你说姓王我这心 咋的还 还跑不出去 老王家门呢 她的性格有点 跟我家那个 她也有 才刚刚我跟她说的 跟那个 还不有点笑 而且她还姓王 那你觉得是好啊 谁知道说是好 那个那是缘分呗 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宋大姐越发的觉得 王大哥不单单 是和去世的丈夫同性 就连说话的语气和性格 也都有相似之处 而且在宋大姐的心里 她始终都有一个疑问 像王大哥这样各方面条件 都不错的男人 老伴已经去世六年了 不应该是不应该 为什么一直没找呢 所以我挑剑一点了 这是有 对 大一点吧 那钱要采离他 那我就个人 我就个人这个事 因为你同学 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你贴了个对象 你照片给我发来了 我一瞅这个人 就挺有演员的 我说行呢 他说你俩我一去联系吧 他一闹 他说第一个给他五万块钱 挺值钱的 再给买个金镯子 我说还买块好手表 还买几套好衣服 我说还得买个戒指 因为我这一听 我说这我年轻前找对象 我都一分钱没花 我这一阵 我说我就 我现在我给不起你 我就给一起 我也不能给 我从来没提过什么 你给我什么三斤 你给我多钱 你个小姑娘才资多钱呢 在自己嘛 你这老太子 你还资那些钱呢 你卖肉呢 我就直接做回厂住 我给他发微信 我说咱俩就当认识吧 我说大哥 你是妹 你这个条件 我达不到 他就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大哥呀 人家啥也不要了 我说啥也不要 我也不干了 他现在不要 将来生活在一起还得要 后来他手机里 给微信里还给我唱歌 不过我跟你说 我大姐唱歌也好听 是不是啊 一般吧 你唱一首 你这个风娘这么 是干嘛 你感谢人家 我给你唱个那什么 来一首香麻酒吧 在去的演出的时候 总唱这个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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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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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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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歌